叫妈妈 妈妈 你怎么对面包叫妈妈 我才是你的妈妈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我控制不住自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我们说错话了 我说面包把我带来 我说了我被面包带来 结果这两个面包 就让我们叫妈妈 怎么会这样 这是因为他们两个中了病具魔法 说出来的病具会变成真的 现在面包认为 大宝小辈是他们的孩子 小灯灵快帮我们解除魔法吧 解除魔法要靠你们自己才行 纠正十个病具 你们的病具魔法就能解除 我们一定能做到快开始吧 挑战一 先把你们说错的这两个句子 纠正吧 我要是知道正确的 刚才就不会说错了 我刚才只是狗误了 这次就让我来纠正吧 正确的句子应该是我把面包带来 和面包被我带来 没错 大宝答对了 现在继续挑战二 这两个句子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 小宝要满发心其中的错误了吗 我发现了 小雪唱歌 我们只能听到 不能看到 所以第一句应该是 昨天我听到小雪唱歌 我也发现问题了 第二个句子形容词的位置放错了 正确的应该是 熊妹有一顶好看的帽子 答对了 挑战三 开始 挑战三很简单嘛 是量词错误 应该是 我有一只小狗 还有 我能吃一碗饭 除了只和碗 还有其他量词 能用在这两个句子里吗 嘿嘿 小精灵 这个问题 你可难不倒我吧 还可以用量词条 我有一条小狗 我能吃一碗饭 也可以换成 我能吃一口饭 我能吃一勺饭 等等 你们很聪明嘛 只剩两个挑战 看来很快就能解除病菌魔法了 二分四 开始 乌婆婆为什么要给熊妹让错 啊 乌婆婆这么喜欢熊妹吗 这句话看起来没有错 自然科学对小雪很感兴趣 又是什么意思 自然科学想让小雪当科学家吗 自然科学对小雪很感兴趣 哎呀 我想不出来这句话哪里错了 小精灵 我们可以申请场外援助吗 我想问问小雪 可以 但是你们只有一次场外援助机会 我的 小雪 拜托你帮我们修改病菌吧 自然科学对小雪很感兴趣 这句话到底哪里错了 自然科学怎么会对我感兴趣 应该是我对自然科学很感兴趣才对 啊 原来是这样 我怎么没想到 谢谢你小雪 再见 啊 还有一句要怎么改呢 小贝 别担心 我已经知道这个菌子怎么就错了 正确的菌子应该是 小妹看到乌婆婆进来 联盟站起来让座 大宝答对了 原来是小妹给乌婆婆让座啊 最后一个挑战 加油吧 这个我会 第一句里 应该去掉基本上 正确的是 黑暗魔王的语文作业全部完成 第二句话 把吉友换成其中 黑暗可可 有很多动漏大陆玩具 逃三卡牌 就是其中的一个 才是正确的 你们成功给十个菌子就错 兵具魔法解除了 啊 太高了 我以后一定要小心说话 我再也不想对面包叫妈妈了 小朋友们会改变剧吗 点赞关注 下期再见咯 1 2 2 3 4 4 5 5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